市長謝國良的罷免案是持續的推進當中 就要說到罷良團體在昨天針對連署書的疏漏補件 外界預估將會順利通過審查 將會朝罷免案投票階段持續賣進 工作人員拉出推測將整批裝箱的連署書 送進基隆市選委會用來增補7月5號 送達43000份的連署書 在相關的不符合規定情勢 應於補證得到領邪人的同意 將相關證本及影本的資料 由領邪人帶回來做補證 也只有今天再次送件的這樣的動作 我們這次送了4萬3 其實是高於門檻的1萬3 那我們這些 我們其實當下是可以接受全數刪除的 因為分量不多 所以我們週六的時候 我們只花半天的時間 這些就都處理完畢了 雖然罷免是人民的權利 但希望這次是最後一次程序鬆散的罷免連署 由於罷免團體送交的連署書 遠超過二階段所需門檻 外界預期能順利通過審查 朝第三階段罷免投票邁進 綠營市議員也在這個時候踢爆 市長謝國良拿公家資源來固裝 各局處在關鍵時刻編列預算要給民間單位 其中民政處更是編了八百萬要補助宗教團體 現在他突然開始大量出席這些宮廟行程 以及編列預算來補助宮廟 當然就是為了要挽救他這個可能被罷免的危機 在去年早就編列了 去年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謂罷免的事情 這個議題是最近才燒起來的 基隆市府強調捕捉案皆依法設置相關預算 也都經由市議會審查通過 絕非外界所謂謝國良市長的固裝行動 記者黃一傑聽眾報導